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仁在欧冠1%决赛首回合的比赛中客场挑战拉奇奥 结果翻车爆冷 以0比1输给了对手 这场比赛拜仁的控球率达到6成 全场17次射门 结果竟然连一脚射政都没有 射门全部是随便蒙一脚 真是难以置信 而拉奇奥有11次射门 4次射政 进了一球 比赛的转折点在第67分中 与帕梅卡诺进区内采人犯规 被直接红牌罚下 同时判给拉奇奥一个点球 因莫比来抓住这样的绝佳机会 把点球罚尽 拜仁在4天内连须遇挫 先是联赛输给了直接征冠对手洛沃库森 这次又在欧冠输给拉奇奥 图赫尔的帅位岌岌可危 另一场欧冠八分之一决赛 在巴黎圣日尔曼与皇家社会之间展开 巴黎圣日尔曼主场作战 这场比赛 巴黎圣日尔曼占据优势 跟贝莱有手开记录的机会 只可惜他的单刀机会没有踢正 而梅里诺的一脚远射则被衡量挡出 巴黎圣日尔曼逃过一截 直到第58分中 比赛的僵局才打破 姆巴佩近距离凌空挑射打进 姆巴佩毫无疑问是巴黎圣日尔曼最靠谱的进攻点 之后 姆巴佩的一脚暴射击中衡量 第70分钟 巴尔克拉单刀捅射破门 杀死比赛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2比0 巴黎圣日尔曼拿下比赛 占据了晋级先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